有关系了 好的 你是10年毕业的 但你这个学校填的 你刚才说10年毕业 可你学校填的是13到15年 这样子的 我那13到15年 这个是自考本科 在工作中自考的本科 我10年是大专毕业 你这个13到15 你这个要讲一下 因为我是10年毕业 毕业之后找工作 因为那时候我太太是 她是通过校招 在深圳银行的总部上班 后来为了她 我到深圳 就是跟她一起去找工作 我呢因为我的权利比较低 也没经验 大专民确实在深圳这个城市 工作不太好找 房地产然后销售 信用卡销售 就是一年到头没稳定下来 就干了好几份 对 后来我就来到广州 去一次偶然的机会 就面试了一个国企 当时说的也巧 可能是刚好 面试我的那个领导 可能是有点就是老乡的 一种那种关系吧 对吧就是可能 一个地方呢 就有点这种感觉 就给我机会对吧 当时很开心的 我说终于到了国企就上班 我做了半年我才知道 其实我签合同 是和外派公司签的 就不熟悉那种真实编制 后来我很珍惜这个工作 然后我觉得呢 但是我自己文几个不够 要想在这个企业 有更好的发展 首先文减是很重要的 那么呢我基于我 目前的这个大量文减 我自己在一三年到一五年 我报了那个本科嘛 后来一五年中 拿到了这个本科的文减 然后我到二零一五年就 通过自己努力 正式成为了国企的那个 正式上工 你转编了 转编了 离职这期间 最高职位是 就是那个小CEO 销售总监 销售总监 对 他名字叫总英尼 其实我的理解 因为是小CEO 那你为什么要在 二零二零年的二月 你放弃了这么稳定的工作 离职呢 其实说到这个离职的话 其实我太太其实一直都 都当初是不同意的 在这个国企的期间 其实我自己个人家庭 包括有自己的孩子 也在广州的 户口问题也解决了 然后也有自己的房子 对 其实收获很多的 比较冲动 然后过年换了很长的假 在家里接受到 以前的这个同学 因为我同学 是自己创业的嘛 可能在和同学的沟通中 觉得别人干得非常好 我自己年薪也就三十多万嘛 我看到别人 可能一个月都赚一百多万 就感觉自己差距太大了 我自己就打击 还是比较大 这有什么可打击的呢 那同样都一样的学历 但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 你怎么能这么冲动呢 你现在后悔吗 知错 改错 不认错 就是我 为什么不认错 因为只是对 我是说对这一件事情 我知错 改错 不认错 因为很多方面的原因 不是一两下能说出来的 那你辞职以后 是不是家庭的这一方面的重担 经济方面就要靠太太 受到很大的影响 大家看我简历 2020年整一年 说实话收入也不是很高 基本上是 是原来的三分之一 对 靠着之前 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撑着了 撑着一年 干了六个月 一个月只赚原来月薪的三分之一 在深圳 你觉不觉得 你虽然知错 改错 但不认错 但是你的错误代价 给全家老小 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明白 你们夫妻关系 因为这个受影响了吗 其实一直都责怪我了 对 包括我之前 可能有一些应酬比较多 回来比较晚 也可能有一些矛盾 一直都有一些矛盾 那叫幸福的烦恼 对 其实我心里面是后悔的 因为这样子对家庭的一个妻子啊 孩子啊 对整个家庭的收入来源 就是表达的影响 其实我是后悔的 只是说在台上不太想表达出来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呢 大家听起来可能是觉得 他受到外面的童年里的诱惑 好像是觉得别人真的多 自己真的少 所以辞职了冲动了 但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我的底层上 其实还是因为你本身 你是希望你能够赚更多 让你的妻子孩子 能够过得更好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事情 已经先决定了 出来了 我认为就不一定说 一定是错的 一定 因为我就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走回头路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你只能够尽可能地去想 以后你怎么能做得更好 怎么能够就是实现你想要的人生的 无限这种可能性 杨荣 你说的肯定对 我也认同 如果不是为了让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你们企业家 都不必要坐在这里 他既然要做选择 一定要做一定的风险评估 没孩子是一种冲动 有孩子了 我觉得这种冲动的代价 稍微大了一点 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责任 和评估风险 恰恰地刚才说了一个点 不知道大家忘记了 说女儿的户口拿到了 也就是说他未来将要在这个城市 一个高消费的城市扎下根来 这个时候 就是他的压力是巨大的 这个时候他得他去赌一下 可能有的时候 那个压力也会逼着他说 做个决策 他有压力给了他动力 这点没有错 但是我要提醒 像他一样有这样想法的人 不要打着 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的旗号 冲动去做事 压力没有错 动力没有错 错的是不加思考的冲动形式 高兴 都是不加思考的